馬文君只要回答大家一個問題 最關鍵的問題 請問馬文君是哪一國的立委 你是在守護哪一個國家的利益 這麼簡單的問題 你講清楚 你沒有台帽子把資料送給韓國政府 要送什麼 我覺得現在很多護馬的人 又跳出來說 郭喜不可信 誰不可信什麼 那都是模糊焦點 我們都不要看這些其他人講 我們只看馬文君自己承認了 確實有把資料送韓國政府 這是馬文君自己承認 你做這個是要幹什麼 今天我講說 這幾個韓國的顧問 請問他有違反我們台灣的法律嗎 馬文君你覺得有疑慮 就交給台灣的檢警調調查 你管人家有沒有違反韓國的法律幹嘛 他卸的是韓國的祕 他是來幫我們的 你管回去你卸韓國的祕 而且我講 他是不是卸韓國的祕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都不知道 文君這麼厲害 聽著一個錄音 這都是韓國的國家機密 好可怕 我聽到韓國國家機密 趕快要告訴韓國政府 那不是這樣 沒有 其實他的意圖很簡單 他就是要讓這件事情 看有沒有機會給他見光死 很多事情 其實他不見得違法 但是會見光死 比如說外國有哪一個政要 他計畫要來拜訪台灣 有沒有違法 沒有違法 可是會不會有可能見光死 提前曝光中國的壓力下去之後 他就來不了 沒錯吧 我記得我們的憲法裡面 只有不分區立委 沒有寫不分國立委 你馬文君你當不分國立委 你當全球立委對不對 全世界每個國家的利益 都有馬文君來守護 只有中華民國台灣的利益 放在後面受損沒關係 這樣在為我們選他要做什麼 我們為什麼要花納稅人的 雖精供養這種立委 這種說詞根本就是間諜合理話 那馬文君你到底是何故 把韓國的國家利益 放在台灣的國家利益之上 你國民黨不是每天都講說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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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聲高呼萬歲嗎 那現在變成大韓民國萬歲了嗎 馬文君就回答這就好了 你是南投的立委 還是首爾的立委 你如果說今天 維護韓國的國家利益 你大聲說你沒有錯 你去首爾選 不要再談南投選 選不上 不要來 你今天還敢在立法院裡面總質詢 講得陣陣有詞 我國的國會有容許韓國的立委來總質詢 我們行政院長 如果你是這麼心心念念 為了韓國 你去韓國當國會議員 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把這個脈絡圖 這個是昨天的這個進化版2.0 那我們進一步看 郭喜這邊 他牽線的GL跟SI 然後但是SI這邊 現在問題很大 他是抓了六個工程師 那尾是什麼問題 就是要跟德國交代 因為韓國的潛進也是從德國這邊學技術過來的 那再來看這個詞顧問 本名叫詞成浩 那他是什麼問題呢 其實就是說這邊兩邊好像仿佛是有開公司的爭議 那一個說我來當署長 但是掛名 背後我是董事長 那這邊講說我要自己當老闆 那就是有了這個意見的糾紛 那再來往這邊看 郭喜有講一件事情 他說馬文君辦公室的執行長 好啦 前執行長楊國良 他在過程間因為他煮了是不是 握在這個馬文君的手上 其他的委員不敢收 這他敢 握在他手上之後 他說你要看人民是不是 要看這些相關的資料 是不是 來 土內 給錢 我就給你看資料 這個部分 你有看到馬文君有什麼說法嗎 這很嚴重喔 為什麼這些韓國的技術人員 要來看這個資料 如果裡面有我的名字 我就不能回國啊 回國會被抓啊 對啊 那他居然用這個方式要脅說 好 那你抖內 我就給你看 這是 這太可惡了 我真的講不下去了 太壞了 就他那天有解釋一個說什麼 辦公室不是這個樣子 不是那個樣子 但是事實上呢 掌握到外面 是在還有一個外面的辦公室 不是在指你國會辦公室 所以他一直想要這個混淆相關的視聽嘛 這個部分 一直馬文君都沒有回答 他寫臉書可以寫啊 我們也很想知道說 這個答案是什麼嗎 你要不要否認啊 或是你可以說出一個什麼樣的縮帖來 那來 阿苗怎麼看這個事情 我覺得其實事情要說到在說 馬文君只要回答大家一個問題 最關鍵的問題 請問馬文君是哪一國的立委 你是在守護哪一個國家的利益 這麼簡單的問題 你說清楚嘛 今天扯一大堆 我擔心他是騙子 我擔心他詐騙 我擔心他傷害台灣國家利益 OK啊 送給台灣檢警調 送國安局啊 讓台灣的司法單位去徹查 有傷害台灣國家利益 你抓出來馬文君 你就是民族英雄啊 你沒辦法沒錢 把資料送給韓國政府要做什麼 我覺得現在很多護馬的人 又跳出來說郭喜不可信 誰不可信什麼 那都是模糊焦點啊 我們都不要看這些其他人講 我們只看馬文君自己承認了嘛 確實有把資料送韓國政府 這是馬文君自己承認啊 你做這是要做什麼啦 今天我講說 這幾個韓國的顧問 請問他有違反我們台灣的法律嗎 馬文君你覺得有疑慮就交給台灣的檢警調調查 你管人家有沒有違反韓國的法律幹嘛 他卸的是韓國的祕 他是來幫我們的耶 你管回去你卸韓國的祕 而且我講他是不是卸韓國的祕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都不知道 文君這麼厲害聽一個錄音 這都是韓國的國家機密 好可怕 我聽到韓國國家機密 趕快要告訴韓國政府 那不是這樣 沒有嘛 其實他的意圖很簡單 他就是要讓這件事情 看有沒有機會給他見光死 很多事情 其實他不見得違法 但是會見光死 比如說外國有哪一個政要 他計畫要來拜訪台灣 有沒有違法 沒有違法 可是會不會有可能見光死 提前曝光中國的壓力下去之後 他就來不了 沒錯吧 那我再講一個 以前國民黨不是最愛 幫反共議事做廣告 對不對 有什麼反共議事又開著飛機 又抱著籃球扶板游過來 給他鼓掌拍手說你好好 你反共來投奔光明 請問羅馬文君當立委 要不要去跟中國報賣說 這裡有一個反共議事 他違反了你們的法律 你們快來抓他 要這樣子嗎 要做到這樣子嗎 那壞的國家的事 別的國家的國家利益 能放在我們自己國家的國家利益之上嗎 這個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今天如果馬文君說 我擔心他損害了韓國的國家利益 所以我要去跟韓國政府打小報告 這個邏輯如果說得通 那未來在座的我們各位 我們有沒有涉嫌違反中國的反分裂法 對不對 有沒有 因為我們注重國防 我們不希望被中國併吞 戰犯 那馬文君會不會去報賣說 那個誰誰誰的行蹤 我跟你講中國政府 這幾個人在這邊對不對 包括原資 可能也是中國也覺得說 你可能涉嫌要分裂國家 他最比較新他極強派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未來我們國家立法委員可不可以看到我們 軍事上面的一些資料 就算沒有列機密 但是我覺得這個好像有點抵觸中國法律 不然我來跟這個海協會通報一下 我把資料用公文封寄到海協會去 請海協會來聽聽這些錄音 看看這些資料 這樣可以嗎 我記得我們的憲法裡面 只有不分區立委 沒有寫不分國立委 你馬文君你當那不分國立委 你當全球立委對不對 全世界每個國家的利益 都有馬文君來守護 只有中華民國台灣的利益 放在後面受損沒關係 這樣理由於我們選他要做什麼 我們為什麼要花納稅人的稅金供養這種立委 這種說詞根本就是間諜合理化 今天假設說我們台灣 我們在研發某一種的 這個國防的武器 但是這個國防武器 未必是世界上其他國家 都接受台灣來研發的 那這個時候你是一個國防立委 你得知之後 你跑去跟其他國的政府報位 我跟你說台灣有在研發這個 曾經有過 中科院某個人跑去跟美國說 我們在做原子彈 張憲毅 對 最後我們就被 過去國民黨是不是說 張憲毅這種行為就是叛國 張憲毅 你得救了 你應該像馬文俊一樣說 沒有 我覺得我主張這個世界和平 世界大統 所以我是不分國立委 我這樣有錯嗎 對不對 因為他們洩漏美國的機密 違反美國的利益 對 所以我覺得講這東西很簡單 現在要選立委的每一個人 不分你哪一個黨派 你有義務告訴大家 未來你進入國會之後 你是不是跟馬文俊有樣學樣 你認不認同馬文俊的作為 你如果是認同 大聲說出來沒關係 我就看許巧欣好像很認同 馬文俊怎麼怎麼 他出來一直罵郭喜 順便他還有一個陰黨 那陰黨的部分我順便補充一下 因為我們昨天在聊這一塊 那我們把郭喜博士請過來 那郭喜就有講到說那個陰黨 為什麼許巧欣會有 然後一直在用陰黨來說 郭喜怎麼人格有問題 那許巧欣 那個資料是哪裡來的 郭喜就說 那一定是從馬文俊那邊來的 不過許巧欣他就 他沒看我們的節目 謝謝 謝謝支持 他說 講說這個是馬文俊給的 那他要鄭重澄清 他也多次媒體訪問說 不是啦 跟馬文俊沒有私交沒有LINE 沒有往來 這些不是來自馬文俊 這個陰黨送外國政府 我們看到了剛剛各種種種的報導當中 馬文俊去年一月 把這個陰黨交給韓國政府 三月份在韓國就有來參與 台灣潛艦國造的工程師被逮捕 一月你給他三月人家就被捕 我們當然何理懷疑的中間 是不是就是因為你這個不必要的行為 害到人家把人家害慘 而且不是把人家害慘 把台灣害慘 這個是有可能讓台灣的技術取得斷線 讓我們的潛艦國造的整個專案 大受打擊 那馬文俊你到底是何故 把韓國的國家利益 放在台灣的國家利益之上 你國民黨不是每天都講說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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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聲高呼萬歲嗎 那現在變成大韓民國萬歲了嗎 馬文俊你就回答這就好了 你是南投的立委還是首爾的立委 你如果說今天這維護韓國的國家利益 大聲說你沒有錯 你去首爾選 不要再談南投選 不要來 今天還敢在立法院裡面總質詢 講得陣陣有詞 我國的國會有容許韓國的立委 來總質詢我們行政院長 如果你是這麼欣欣念念為了韓國 你去韓國當國會議員 就是這麼簡單 那現在在選的這些人 我坦白講國民黨對於這種 什麼錄音檔到處傳來傳去 真的是太隨便了 像是跟我選的羅志強 當初也是馬英九拿了黃世民 給他的錄音檔 大家都來聽看看 聽完之後開記者會 對 要把王金平拔掉 把我們國家搞得烏煙瘴氣 一樣打折大義名分 馬英九當時不也覺得他在揭斃嗎 他也在揭斃 結果搞出了史上最大的憲政醜聞 我就覺得國民黨 現在選立委的人 當然也包括民進黨 包括各黨選立委的人 直接告訴大家 你選的是不是中華民國 台灣立法委員 你將來遇到這種不同國家之間 利益衝突的事情的時候 你是選擇優先捍衛台灣 還是選擇優先去抱外國的大腿 就這麼簡單一個問題 每個人都要回答